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口众多 所以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那么我们国家对于作物的遗传育种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资助 那么许多科学家都在这个领域里开展研究 我本人就是研究水稻和水稻及其相关的一些物种 当然我们现在的研究 跟我们的前辈研究的手段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利用了一些最新的研究的手段 比方说基因组学 比方说生物信息学 那么这样的一个手段 使我们能更好的认识这个水稻 然后同时我们利用 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基因组的数据 利用这些数据能更好的培育我们的水稻 提高我们的育种效率 我最近几年主要集中在跟水稻相关的一些物种的研究 比方说我们在稻田里面 我们能发现很多的杂草 比方说有一些杂草跟水稻非常相似 就跟水稻一般的人分别不出 它是水稻还是杂草 但是每一年它就会在稻田里出现 造成严重的危害 因为它那个种子是一种硬实的种子 口感非常差 所以我们当时就通过基因组的大规模的 全球范围内的研究 我们就发现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杂草草 它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栽培草 是一种确讯化或者叫野化的这种遗传现象 那么我们这个研究是在国际上第一次发现这个证据 得到了全球的或者我们业界的广泛的肯定 那么我们这个研究结果之后 具体在我们育种上 或者在我们具体栽培上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了它的来源之后 我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我们怎么样防控它 由于我们知道它来自于栽培草 实际上就是每一年我们的栽培 我们种植水稻的时候 那些遗留在田间的种子 实际上经过这个大量的进化 通过进化之后呢 它可能变成这个杂草草 所以我们一个措施呢 就要减少这些在水稻生产过程中 在田间的种子的落力 减少它的枯容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 由于它是一个来自于栽培草 所以说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遗传资源 同时呢 它通过长时间的进化 它拥有了一些非常自己独特的遗传资源 这些遗传资源呢 对水稻来讲 育种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遗传资源 浙江大学呢 作为一个中核性大学 实际上对我们农业的研究 也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 由于一些新技术的出现 然后中核性大学呢 我们可以更快地或者更加及时地掌握这些新技术 比方说生物吸引学 比方说基因组学 这样的一些技术 各个专业的人在一起之后 我们更能更快地接触到或者应用到这些技术 所以在我的研究里面 这些由于用了这些新技术 就发现了一些以前的技术或者研究 发现不了的一些结果 那么同时呢 也在国际上呢 能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所以这个折大的综合性的环境 我认为对于我们的科研是非常重要的 也的确我自己也从这次的合并 或者是综合性的合作里面得到了好处 感谢观看